明星网资讯嫁给和杰的张欣宇到底有多幸福,其实他本人是不愿意在公开的场合来聊这种话题,毕竟说多了也没有用,用自己君嫂的实际行动来表示最为可信了。 而最新的情况传来,和杰不仅仅是把张欣宇当公主一样捧在手心上,而且和杰的妈妈也完全认和张欣宇,生冲取金门之后,全家都跟着詹媳妇的光,其实早在婚礼的现场和杰的妈妈,就对这个明星儿媳妇十分的好,甚至张欣宇在现场也很懂事,很会在意这个婆婆的地位与身份,不仅仅是时刻在跟着婆婆打招呼。 而且对自己的妈妈和婆婆也十分的好,婚前他就已经严格在要求着自己,而且自己看上的东西都不舍得买,但给妈妈和婆婆买东西就毫不手软。 当然张欣宇也很会照顾和杰的感受,毕竟两个人的收入差距十分的大,但张欣宇很懂事,这一点从婚礼的现场就不难发现,全程的安排都是张欣宇和婆婆一手在商量就来的。 为了照顾老公和杰的感受,张欣宇甚至没有请娱乐圈内的任何人,连消息也没有发出去,就连当时在一楼的邓超和孙力碰到了媒体也毫不知情,声称这是什么大日子啊。 对于这一个明星媳妇,婆婆的态度已经完全改变,而且趁现在全家人都跟着媳妇扎了光,要知道儿子娶了一个漂亮的明星媳妇。 这对于她老人家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情,当然这里除了说和杰的眼光好,更要说,张欣宇的改变大家也是看在眼里。 在明星圈的私底下,不得不说张欣宇一路走来都是在认真地靠着自己的努力向前发展,这一点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 用张欣宇的话来讲,就是自己也是像所有亲人一样慢慢摸索,才知道真的很不容易,而且结婚就像学画画一样的难,但每一个细节必须是要真心的付出。 在最后面张欣宇也特别的感谢和杰,给了自己对未来幸福的期待,更要感谢父母亲对自己婆婆对自己的认可,特别特别感谢你们,让我的婚礼更完美,婆婆对张欣宇的认可就是最大的肯定。 而且张欣宇早前,也在媒体上公开的描述过自己对未来生活的想象,才生成未来一个最好的状态是有两个小孩子,而且很少再去拍戏,不难发现其实张欣宇骨子里是一个顾家的女人,祝福她,也祝福和杰的妈妈和和杰,希望她们大家庭越来越好,本文来源于明星网,熟需专载,请申请授权。 请不吝点赞。